各位午安 我們今天要來跟各位分享的題目 叫做小資企業資安繁育之道 網路攻擊不斷進化 教您輕鬆打造第一道防線 首先開始之前 我大概簡單的自我介紹一下 我叫做Justin 我進入網通資安領域 大概也有20年左右 我記得那時候大概是在2000年左右 那個美好的時代 那時候我剛進入這個產業做的是 我記得那時候我們公司是一個算安全的代理商 那時候我們就摸過一些像 Checkpoint 大家應該都聽過 它算是現在一線的資安品牌 我們就從那時候開始 一直到後來整個業界趨勢都朝這個所謂的hacking 所以後來我們陸續的帶了一些 國外的安全廠商的這些所謂的hacking的教育訓練課程 那我也在那個時期大概做了一陣子的這種所謂的資安顧問 來做這種hacking的教育訓練 那後來進到了合情 大概我就是以這個產品經理的身份來開始 我是一個以防火牆的這個產品經理 來負責規劃這些合情的安全設備 那一直到後來做產品做著做著覺得 那是不是可以去外面走一走 就是說把我們的產品推銷到外面去 所以我也做了一陣子這個 所謂的business development BD 的部分 那我大概也跑過了像歐洲啦 美國啦 中東啦 然後這個 甚至最近去年中南半島 然後還有台灣本地的市場 所以這大概是我簡單的一個經歷 那首先提一下 為什麼我今天想要訂這樣的主題 所謂的小資企業如何做好安全防火 那這個大概就是要追溯一下去年 去年各位知道我們這個中華民國政府 基本上有一個叫做前瞻計畫的這個預算 那各位應該都或多或少有聽過 如果各位是業界的人 那那個東西基本上就是 這裡面當然很多很多項目嘛 那其中一個項目就是在做這個所謂的 國中國小教網的這個基礎設施的更新 那裡面當然包含了無線有線安全這樣的東西 那目標就是把全省的所有的這個 中小學的infrastructure 全部更新 那在那過程 那除了那種 decision maker 像這種教網中心 我們會去訪談之外 我們我也實際的去拜訪一些 我記得是一個國中吧 我們在新竹那邊 一個國中的老師 那個老師 你想像一下那個國中老師 這個在負責這個IT的部分 他那個場景就是說 他本身是一個老師嘛 那才是他的主業 那但是呢他因為 somehow好像懂一點電腦 或者是他學的東西跟電腦有一點關係 所以他就會被拉出來去做這個IT的負責人 那IT的負責人就有去了 因為他裡面整個網路通常是廠商架的嘛 所以他變成是說他除了他要教學 他又要去負責管理這些IT 那IT這類說老實話可能不是他的主業 裡面又有switch又有無線 甚至有時候還有防火牆 有時候還要處理治安通報 所以對他們來說就是一個很 有四個字可以形容吧 就有點疲於本命這樣的狀況 所以那時候我就在旁邊就覺得說 其實這個場景對照到今天這個主題 中小企業其實大部分的中小企業 他並不像大公司有這麼把資安列為一個很值得投資的事情去做 很多事情都是兼責去處理 甚至是不處理 所以你實際去負責這件事的人 他本身就會面臨很多挑戰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想要藉由這樣的場景 就會把場景定格在這邊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要論述說 在針對這樣子的客群的族群 那我們有什麼樣的一些經驗分享也好 或者是兼也好 所以兼原則上比較像一個小品 一個分享 然後再帶給各位一個想法 就是說什麼樣的解決方案 也許比較適合能夠幫助這樣的族群 OK 好所以這是我們今天的自我介紹 好那所以接下來我大概會用30分鐘左右的時間 來跟各位highlight這邊這幾點 既然我們對象是中小企業 所以我們當然就是要陳述一下說 除了華麗燦爛的這些大對頭的資產設備之外 有沒有其他比較務實的做法 可以來適當的處理資產這樣的議題 OK 那當然沒種方案 貴的東西有時候不是沒道理 那便宜的做法 有時候雖然便宜 但是它會有一些副作用或者代價 所以這兩者之間 是不是有一個比較平衡的方案 可以讓這種所謂的小資企業來採用 那也是我們今天最後第三點會帶到的 OK 所以我們今天的這個session 大概就是從這三方面來跟各位做一些分享 好 所以 As usual 很多彈資深的slide 第一頁都會是說外面很危險 外面很危險 只是我這一頁很危險 我就不放什麼讀表數據了 為什麼呢 因為 各位如果有在看的話 基本上 每年這些大廠 你隨手可得 Cisco Checkpoint Paraoto Fortyne 等等等 繁足不積備宅 大家 我最近看了一下 大家每年出的那份 大概就是50頁到70頁 然後你每一家這樣看一看 每年看一看 那你其實會有 我這個人是有三個心得 第一個就是說 這世界越來越危險 因為攻擊趨勢一定是上漲 OK 第二個就是說 這個攻擊手法一定是日行月益 一定是日行月益 那第三個就是說 這個大規模的這個事件 大規模的資產事件 from time to time都會出現 OK 也就是說 每隔一段時間 就會有一個很大的這個事件 搞得這個 冰荒麻煩雞飛狗跳 OK 所以基本上你就可以歸納出這三個心得 所以有人才會開玩笑的說 資安這個產業 其實是利用威脅人來賺錢的產業 我個人是不這麼認為 因為世界上所有人都有 那往往只要有人的地方 就會有資安議題 因為最後資安往往是因為人造成 有些人他為了要賺錢 有些人為了仇恨 有些人為了求民 所以這些事情就會不斷出現 所以簡單的說 這個駭客 講到這個駭客 資安事件是上揚 那早期的駭客 我說很早的遠古時代 駭客通常就是比較嚴肅的議題 他們是一群有skill的人 他們為了某些特定的目標 來研發這樣的攻擊手法 或者這個exploit 但是那個清純的時代其實已經過了 現在這個時代 2019年 基本上為什麼這些資安事件 會這麼頻繁的發生呢 其實不外乎就是說 這個所謂的threat exploit 攻擊這些事 它已經變成是一個地下經濟 已經變成是一個ecosystem 也就是說 這個領域裡面 你去攻擊別人 你取得的資料 是可以賣錢的 是可以賣錢的 所以 有些人可以以此為生 它是一個地下經濟 它已經是一個地下經濟 它已經是一個地下經濟 所以這也解釋了為什麼 現在的攻擊是如此的泛濫 你現在 各位家裡都有防好牆 你打開一下 隨便你一看 你那個log 每年是一大堆機器人 上面爬來爬去 一大堆 block 所以你就會知道這種事情 幾乎是門一打開 外面就是亂七八糟的叢林 就是現在有這種感覺 最主要原因就是 像我講的 它是一個ecosystem 它是可以賺錢的 所以 就會不斷的有年輕人 或者是想投入這樣的人 不斷的前鋪後計 另外一方也是說 這種攻擊的工具跟知識 也是廣播的破散 畢竟現在是Internet世界 什麼都可以破散 所以當然包含了攻擊的知識 手法以及工具 所以 安全這種東西 基本上 它 打個比喻吧 就很像空氣 就很像空氣 你平常的時候其實 沒什麼感覺 沒什麼感覺 但是呢 等你碰上的時候 碰上真正的威脅的時候 你感到痛的時候 你才會體會到安全的珍貴 所以 往往 我記得剛剛主持人有做個調查 就是 誰有遭受到這個攻擊 我相信這比例是有的 或者是說各位都有做一些妥善的保護車 像我個人來說 其實在過去到現在 其實front time to time 你也都會 那我們是做這行的 我們當然不會真的去 比如說某個email 就點下去 中標 基本上我們是有這個 awareness 但是如果 我相信廣大的一般普遡大眾 他們如果 因為 不慎去誤出那種 所謂的釣魚訊 或者fishing email 的話 那 其實 你真的隨便就中標了 所以 我們可以說這個 在這個時代 你的 一般企業 這個受到這些威脅啊 這些貓味的攻擊的 這個機率實在是太高了 那各位看看上面那幾個大名字 Pedia 然後WannaCry 還有最近在開始燒的這個 Bluet Keep這些東西 那這些東西都是什麼 它都是去攻擊你 每天在用的Windows 而且一定會開的服務 SMB 139445 然後那個Bluet Keep RDP 這些東西 所以它每天都在用的東西 所以這裡解釋為什麼這些東西 其實它一旦擴散開來 它的那個速度是很嚇人 速度是很嚇人 那像這邊 這裡有一個統計嗎 WannaCry 14億個Horse的受到攻擊 46%mware 從這邊衍生出來 所以 這些東西啊 基本上都 喔 還有一個特色就是 他們真的實質上 會造成你的財務的損失 因為以前被害 比如說你 啊 這個被換掉了 被Deface 手畫不斷痛癢 我就把它重新 重新弄回來就好了 但是這些東西呢 就真的會連結到你的錢 比如說你狀況資料被鎖住 那 你就要付錢 才會輸回來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這種特別痛 那我相信未來這種東西會 敵人就是要掐你的痛處 你真的會痛的時候 你才會付錢 所以我覺得 像這種東西會 只會更加嚴重 在未來 好 好 剛剛有提到 現在這個 剛剛有很多人其實說 沒有受過這個入侵 那其實 沒錯啊 就是 現在大家普遍 我相信很多公司 大家普遍都會有一個 至少有一個防禍牆 以及其他的資安設備 來保護自己的網路 那但是呢 這樣僱落金湯的地方呢 你還是有可能會被撞標 那 那往往這個最圓 最trigger的那個點呢 往往是從內部trigger 就是你的email 點下去的那一產 那 最常見的就是釣魚信件 feachingemail 那裡面就連結了一個網址 那網址 就會帶你去一個它設計的地方 OK 那 釣魚信件這種東西 其實就是social engineering一環嘛 它是在利用人性 來把你引上鉤 那 早期的釣魚其實很老釣牙嘛 它就是可能是 哦 這個員工薪水檔案 你可能有好奇 利用人的好奇心 那 我記得去年吧 好像去年 我有收到一封這個釣魚信 哦 那個就厲害了 它就寫說 搞不好 在座各位也有人有收過 他就 他名字就是圖 就是你的名字 他就precise寫你的名字 說 嘿 Mr.Justin 比如說Justin 你 晚上在家 偷偷摸摸幹的事情 就是 他講的是看A片幹嘛的那個事情 都被我錄下來了 那 所以你要到下面這個地方去付錢 如果你不付的話 那我就把這個video 傳給你所有的Facebook IG的朋友 你的情朋好友家的老婆 所以他已經進化到這樣 那這個其實 聽說這通信在美國 中標的人很多 因為 因為他們很喜歡做那件事 所以搞到現在 變成那個camera 現在各位有沒有看過一種東西 我參加過一些semi 他們有送一個小禮物 那個小禮物是遮住你 那個laptop的那個camera 因為這也是變成physical的 防害的一個措施 讓你的camera 能夠被蓋起來 就算你 駭客去從remote 操作你的camera 也不會真的遭到你 所以 像這樣的東西 那我還聽過上次 我還聽開CRT那個HP 他說他新的筆電 就有一個措施 叫做 camera 可以有一個physical開關 把camera shut down 欸 那這就有趣了 這基本上都是在 把這個拿成賣點在做生意 所以相當有趣 好 所以我們扯有點遠 那回到我們的主題 那在這個世界這麼危險的情況下 攻擊的手法日新月裔情況下 那到底我們可以給小資企業 怎樣一個務實的建議呢 好 那我們從這邊開始切入好了 就像剛剛談的吧 你可能你有左邊這邊 這個豪華的陣營 F5 Cisco McCafe Checkpoint 這種豪門 那 豪門的問題是說 他們的東西絕對就是 他們有這樣的知名度 當然不是沒有原因的 他們一定能創造出 deliver一些複雜 然後效用高 然後coverage廣的這個解決方案 這絕對是沒有人會懷疑的 但他們的問題是 他們的解決方案設計的對象 通常是這個所謂的Fortune 500 也就是大型企業 政府單位這種 所以這種解決方案 往往他最大的問題 就是說 他放到一個小機械 第一個當然就是經費的問題 這是第一個問題 那其他的問題當然還有可能像複雜度 彈性 或者是他的設計 比較跟小環境會不比等等 這會有很多這些問題 當然最主要是經費 所以我們有沒有比較務實的方法 來讓這個 是中小系列可以採用的呢 那接下來我們就從幾個層次來談 接下來我們從幾個層次來談 好 第一個呢 第一個就是這個叫做網路規劃101 101 這就是所謂的 回到你在規劃網路的時候 一個基本的basic practice 你的攻擊面越低 那當然你被攻擊的可能性就越低 那你能不要開的東西 你就不要開 那當你被迫要開的時候 那你要做什麼事 基本上你就要去做切割了嘛 你不要說因為被迫要開 所以一開放整個網路 通通像拓光光這樣 面對這個危險的Internet 所以這第一個segmentation 絕對是第一個 最confident practice 最confident practice 那 好 那你切割完之後呢 針對那些必須開放的東西 那你人在外面行走 你人在外面行走 從Internet回來使用這些服務 那你當然就是要用最基本的 比如說VPN 那我想VPN應該已經是 非常非常common的practice 非常common的sense 那 其實回想起來很久以前 我們在出差的時候 那時候甚至是在外面出差 可以用25po 25po直接從Internet 收你家的email 各位不知道有沒有經歷過那樣的時代 很久以前 那現在回想起來可能是 會一身冷汗 會一身冷汗 不過還真的有那樣的時代 那我想在這個時代 大家就是出門的標配 當然就是VPN 那你要先打一個tano 那你才能夠去到公司裡面 存取被允許的使用的這些資源 那這樣子當然它才能夠有一個 基本的安全性 OK 好 那 那 下一題 那你能不開就不開 但是有一些你就一定要開 而且是 不只是針對內部的人士開 而是對Public開放服務 那你要怎麼辦呢 那當然也許你會說 那現在是這個雲的時代 那很多的中效期會把它移到 這個 Cloud上面去 那 但是我相信還是有蠻大的比例 有一些東西是 還離不開你的Premise 所以這個議題會持續的存在 畢竟現在主流是Hybrid 而不是真正的Pure Public Cloud OK 好 那 對外開放的服務 你會面臨到什麼 你當然就是面臨的這個叢林了 剛剛提到的這個外面的世界是多危險 那 這些東西 TOR 殭屍網路 21IP 這就是現在主流 那TOR這東西就很可惡了 因為它 Onion router 洋蔥 我記得連續也有看到這個名詞 TOR就是 2002年的時候 美國海軍 為美國 有人替美國海軍開發出來 它現在是一個open source 那它基本上就是一個proxy 就是它層層 你這個 sauce跟destination 這個中間的路徑 要透過層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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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叢林一樣的routing 所以它基本上都是 它的目的是把隱藏 保護這個來源 來源地的隱私 所以它基本上是不可逆 不可追蹤的 可以讓這個交易過程變得安全 所以它最早是替軍方政府開發出來的 那這東西弄了很久 它是open source 那當然 白道會用 那當然黑道也會使用 所以我們現在很多的這個reputation很差的IP 基本上都是TOR 因為它就是做到讓你找不到它 做到讓你找不到它 所以它一定會用這種技術 那其他像僵屍網路是不用講的 就是外面一堆被compromise的變成僵屍 隨時等在著CNC來發動攻擊 所以這些都是你開放服務的時候 你會面臨的這個你的處境 那 資安101 那你第一個 大家第一個想到的當然就是防火牆 因為防火牆畢竟這東西 在這個時代它當然是一個非常基本的東西 但是我記得在20年前我們剛入行的時候 那時候搞個checkpoint防火牆 其實就已經是算是很高標準的一個防護 所以你看這20年的落差有多大 那回到這個攻擊 第一個這當然是最基本的 你就是用這個防火牆去配置你的所謂的安全政策 來做一個最基本的管制 那這種東西其實就是用IP 就是說誰要被我 你不可以去什麼地方 或者是說哪些人不能來這裡 哪些服務不能用這樣的東西 所以它基本上是用IP再疊起來 就是你用IP這個層級來規範誰是誰 誰可以做什麼誰不能做什麼 那東西它基本上是一個手動 也就是說你要久了它就變成一個黑名單 黑名單這個東西 其實它是一個很實用的東西 它是一個很實用的東西 就算在這個時代我相信有些人 可能如果你真的有在管理防火牆的話 你應該還是from time to time 會用到這個東西 那如果你都是仰賴這個東西 它的問題可能是它有幾個問題 第一個是歷史包袱 因為一家公司的MS可能是逐隔代 它可能是一代傳二代三代 所以久了下來那個名單會膨脹越來越大 那膨脹有另外一個問題等一下會講 但是膨脹第一件事情說 你要去整理這個清單就變得很難下手 因為它前程弄下來的東西 我其實不太會去動它 因為動它我怎麼知道會不會出錯 所以那個名單會越來越肥 再來名單越來越肥的話 它實際丟進防火牆去跑的時候 它就是一個overhead 那會不會越來越嚴重的時候 你的效能就下降 那效能下降 最後怎麼辦 你只能紮錢去更新硬體設備 才能跑得動 所以這樣就變成一個惡性循環 我當初用這個手動是想省錢 那現在搞over time它變成是一個跑不動 它變成要再追加預算去upgrade 所以這個手動開明單的一個 在中小期間我們看到的問題會是這樣 好 那剛剛是第一種族群 那第二種族群是什麼 這個就是有 在近一階有相當的門檻 基本上這個族群叫 我們叫DIY族群 DIY族群 DIY族群的意思就是說 它對這個領域有興趣 那他們不會直接去買商用的套件 而是他們會從廣大的Internet 來尋求來尋找來研究這些能夠做安全防護的套件 然後自己來打造一個保護自己的工具或解決方案 那這是DIY族群 那DIY族群當然首先第一個是有門檻的 因為你需要knowledgeable 你需要有知識 而且第二個是你要很勤勞 你要很勤勞 勤勞在什麼領域呢 比如說因為你要study 你要學 你要去研究 所以你就要花時間 那再來就是說 像譬如說這邊舉個例子 fail to ban這個工具 那這個東西就是在 這個DIY的領域裡面蠻有名的 因為它等於是一個免費的IPS 你可以拿它來監控一些服務或者一些行為 那它表現的就好像你有一套真正的IPS 那只是fail to ban這種東西 它畢竟是open source 所以你要總去compile它 你要去config它 那而且你每一種service 比如說sntv,httv,ssh 它都有各自的template 你要去做配置 所以這東西DIY簡單的說 就是說它進階 OK 它比你只用防火牆來的進階 可以得到更好的保護 但是呢 它的問題是它有門檻 還有門檻 OK 所以你要很勤勞 你要有技術 你才能走這條路 那反過來 如果你是一家公司 那你的MS 是DIY這種派別的 那你的老闆 你可能也會面臨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 你的MS 是DIY族群 knowledgeable 勤勞 但是這樣的人可能通常待不久 因為他會離開嗎 這個technical 這個technical 好出來 我是 OK 那個mute OK 好 好 那它的問題可能就是說 就這個小資老闆來說 他的MS 是個優秀的民間高手 高手在民間 但是他可能的問題是說 他說他離職了 他離職怎麼辦 他離職你的這些網路 這些安全就沒人看了 那你就最好禱告你下一個 再找進來的人 跟他一樣的capable 能夠把他避為這一套 截起來 截起來做 所以這個也是DIY潛在的一個問題 好 所以剛剛聊這麼多 總結就是說 從這兩種族群 你可以看到 中小企業普遍面臨就是 沒錢 沒人 沒技術 其實也不是真的沒錢 應該更比較精準的來講說 資安這東西 畢竟他不是 生財工具 就是我投資在資安 並不像投資在生財工具這麼直接 這麼direct 我扎下去 是因為我扎了這個東西 可以立即的幫我賺錢回來 他不是直接生財工具 所以往往他就會變成是一個 比較次要議題 就像剛剛的比喻 空氣 他沒事的時候你是感覺不到他 因為這樣 所以他的priority會比較低 所以沒人沒錢 沒技術大概是這樣 所以 還沒按耶 check一下 所以 有一些場景各位 在座有人是擔任MIS的角色嗎? 有嗎? 有嗎? 對啊 所以我跟我們一些朋友聊 他們有當MIS的 其實就是 預算嘛 往往是一個 老闆又要你說到這樣 但是又給你的錢又是這樣 所以 那個往往是很困難 另外一個就是這個場景 只要有電的都跟你有關 只要有電的都跟你有關 所以你就會變成包山包海 那你本來的業務可能就很忙 就像剛舉的那個學校老師 你本來可能業務就很煩囊 但是 有電功能有關 都往你這邊塞 所以 你就爆了 你就爆了 那爆了就是 你就會公布的品質 或者是 schedule就會delay 等等 好 所以呢 是不是有更聰明的方法 所謂聰明 各位看一下這邊對比 自動手動 簡單困難 輕鬆辛苦 那這樣 這個對比就還蠻明顯的 就是左邊右邊 其實還蠻好選的嘛 當然選自動又簡單 又省力 對不對 好所以 我們現在就來 帶入今天的所謂的第三個 Puppet 就是說 是不是有一個比較 Balance的做法 他可以 符合中小企業 面臨的這種困境的情況下 那又能夠帶給大家一個 比較 高水準的防護 不用很辛苦在那邊DIY做 好 那 我先從這個 所謂的自動化的IP Rutation來切入 自動化的IPRutation來切入 那這東西呢 我把他下的標題叫做 簡單強大有效的第一道防線 簡單強大有效的第一道防線 那為什麼這麼說呢 我們用這樣來比喻好了 如果你 IPRutation是什麼 它基本上就是說 外面的IP這麼多 那我如果把這個IP用 好人跟壞人兩個極端 來做評比 1到10 10分是好人 1分是壞人 1到10 那你就可以把所有IP給他打分數 這樣下來 你得到的那個資料顧 就是IPRutation 那 我沒有用IPRutation 來做資安防護的情況下 那你要怎麼判斷 這個transaction是好是不好 那你就要去看他payroll 你就要去解析他payroll 你就會到Layer7 那Layer7這樣的東西 就是你的overhead 因為你開始要去拆解這個payroll 所以你需要的technology 你需要的computing power 你需要的investment 資金都會比較多 都會相對比較多 OK 好 那如果你是用這個IPRutation 來做的話 那基本上呢 它就很簡單了 就是在IP這一層 我一看你這個IP的Rutation 是壞人 那我就直接不讓你過 就直接不讓你過 那如果你是好人 我就直接讓你過 這樣我就省掉那些overhead 我就不用去檢查他的payroll 所以我們說這就像什麼呢 就像如果你已經走在 我是警察 在路上 我已經知道你是壞人 我幹嘛再浪費時間 去給你收生 然後去給你做生涯交易 就不用了嘛 你直接就 你知道可以帶回這個看守所 所以 所以這個邏輯 大概就是這樣 那 你用這個 IPRutation來當第一道防線 最大的優勢是什麼 你知道 就是剛剛講的overhead 所以它特別適合拿來第一道 所以它特別適合拿來第一道 那我們自己在 因為我們自己 LightSale有在 有在 這個販售這種 白握這樣的東西 那我們自己 內部會有一些secure lab 定期的來 對這個LightSale 以及各家的廠牌 做一些 stress 去測試他們的coverage能力 在這過程我們發現 其實IPRutation當第一道 至少其實可以把70%的威脅 就先擋住了 因為你用IP檔很有效 但畢竟它不是萬能的 但是它能阻擋大多數 所以 講白了就是說 IPRutation是一個CP值很高的 一個阻擋的手法 的一個technology ok 好 那again 它就是直接用IP這一層就判斷 然後就去做一個go no go的一個decision ok 那對硬體的負擔相對會低很多 那這翻譯成白文就是說 你就不需要用那麼貴的設備 在100M的平方環境去撐起來 ok 那這個message對中小企業來說 當然就是正向 因為它 那樣的環境就不用買太高檔 買這樣子的就夠了 因為它有這種很有效率的 這個第一道防線的機制 好 那這邊不免的要工商時刻一下 那和勤我們基本上我們就是 我們在IPRutation這個 我們其實在這個月吧 我們才發了一個全球的PR 基本上我們在我們的產品線 全面的導入這個自動化的IPRutation的機制 那我們的這個IPRutation不是開玩笑的 我們的那個資料庫裡面現在已經到了 我記得是四個billion的IP 四個billion 幫四個billion的IP都有一個rating 所以這樣的資料庫當然隨時都會隨著時間更新 那你可以想像它的coverage是很廣的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來說的話 我們現在在開發這樣子的小資企業的安全產品的時候 我們的思維邏輯都是說 嗯 貼一個標籤叫做環球情資 然後本地防護 環球情資本地防護 因為資安做到現在 其實大家講的就是情資的嘛 那IPRutation當然也算一種情資 那這種情資基本上呢 都是一個雙向 雙向也就是說 嗯 我在全世界核情的防護牆 它本身的角色 都有一點像統計的collector 比如說這一台它有跑這個IPRutation 那它上面就有一些集中的統計數據嘛 那接下來這些統計數據就可以 當然它不是客戶資料 這只是一個統計數據 那就可以回到我們的這個 所謂的Lysail的security cloud 那我們在那邊收集了海量資料之後呢 那透過這個correlation 這個machine learning 我們可以長出另外一個情資 就是比如說舉例 你可以知道popularity top rank 哪一些IP現在是rank比較高 那你這個資訊 就可以再反饋回全球的設備 去更新它本地防護本地上面那一塊 cash 所以這變成是一個雙向互動的流程 我想我們在現代的這些資安的technology 基本上玩的都是這個 大家都在比這個 誰在這個雙向互動上 在machine learning上做得比較扎實 那誰的這個解決方案就會 比如說比較跟得上時間 或者是說新的thread它就可以先斬住 或者是說它就比較不會有漏文之餘 所以大家現在都在比這個 我們這一塊還是還算蠻有自信的 基本上我們已經infra大概都建起來了 好所以簡單說 總結一下這個IP Retention 基本上它是一個相當適合中小企業 在它的防護網裡面擔任第一層的防護網 因為它高效率 而且它有這個自動化的情資這個機制 那使用這種東西呢 當然你就可以減輕人力 減輕投資 那你就可以把你的資源 放在你的所謂的核心事業 或者說你的本業上 OK 好那 前面有提到嗎 第一道防線70% 下一個問題就說那你剩下30%怎麼辦 剩下30%怎麼辦 好 所以這邊就會踏入剛剛講的比較複雜的領域 那這東西真的還蠻複雜 不過我們用這張簡圖來稍微帶一下 所謂的其他的30%我要用什麼樣的方式來處理 來處理 那這幾個圈圈 惡意網站 入侵網站 導向放置惡意工具網站 然後這邊各位看到有一個Java 然後中間有一個惡魔 最後一個惡意網站 這個其實是現代的所謂的 駭客攻擊的這個手法 他不外乎第一個就是說 剛講的起點 就是你點那個email 你就會去帶到一個 帶去一個什麼地方 帶去一個中介站 遭到入侵的網站 所以那個網站可能是一個合法的 但只是說他被入侵了 所以他上面中了一個轉指點 那接下來過去之後 就會被重蹈到一個所謂的EK 就是放置惡意工具的網站 那這EK這種網站上面是什麼呢 他就是一個惡魔中心嘛 所以上面都是各種exploit的工具 所以你一過去呢 他就會去檢視你這個系統裡面 有哪一些弱點可以被我利用 就是所謂的exploit 你有什麼弱點可以被我利用 被我找到之後 我就打進去啦 我就打進去啦 那打進去之後呢 你這個host上面就會長出一個東西 可能是一個loader 可能是一個tool 那個tool就可以做他的第一道攻擊的事情 比如說 再去連到那個 下載一些真正的惡意工具 所以你看這種攻擊都是分段的 他先重蹈 然後到第一個地方去擊破你 然後擊破你之後有一個loader 然後再去下載第二段 像火箭一樣 分好幾段 然後最後他可能再去別的惡意網站 比如說CNC 變成是可以被控制 或者是資料 你的資料被他偷走或者怎樣 所以這些呢 基本上就是當代非常多的 這個所謂的hacking的手法 所用的methodology 那有一個叫Cyber Kill Chain 基本上指的就是這樣子的一個methodology 我們這邊的設備 來設有這個所謂for 小資企業打造的這個安全設備 基本上我們在這個程序當中 各個地方 各位看到這個盾牌的地方 就是指我們是用什麼樣的技術 來處理這一段的攻擊 所以這個連結連到惡意網站當然就是IP 那你的IP資料庫就知道哪一些是惡意網站 所以你把它擋下來 那後面呢 殭屍網路Barnet 還有這個機制呢 基本上就是那些EK站 那些URL 我的資料庫也有 所以你被導居的時候 我可以幫你攔下來 再來那exploit去打你的主機的時候呢 這就是IDV上場的時候 因為IDV的用途就是在偵測這個網路行為 它如果是一個exploit的行為 那我就可以把你擋下來 那最後只要還是過去的話 這邊下載檔案工具的部分 那就進到了Anti malware的部分 也就是俗稱的防毒嘛 那防毒又講未知已知 所以你的沙箱 sandbox可能就要配上用場 所以足條各位可以看到 就成嚴密的防護網 就這樣一道一道一道被組起來 我在這個process的每一個環節 我都可以有對應的技術來做counter major 那做好 什麼說 嚴密的防護 嚴密的防護 這是我們說的 好 所以 你可以看到這個圖 有左邊跟右邊 那這東西其實 算是我們 公司替這個中小企業 精心打造的解決方案 那 這個回憑還是我剛講的 環球情資本地防護 所以 你在premise就是會有一個盒子 就是會有一個盒子 那這個盒子呢 就是它幹嘛 它就是 NAT 然後Routing Firewall Block 這些東西 但是Intelligence的部分 Threat Intelligence的部分 如果你全部仰賴它 那顯然是不足的 因為你一台小小的機器 你能存多少的水位Intelligence 所以你一定要有雲的部分 再來第二個是說 Visibility 現在資産設備大家講究的就是說 你剛剛那些188、51你都會做 但是你做了什麼 你的客人看 有沒有辦法看見 老闆會問你嘛 你買了這設備 那這設備到底做了什麼事 它的效用是怎樣 所以 Visibility 可視性變成是一個很夯的主題 那你要知道這種小設備 要提供Visibility 其實它還真的有難度 有一些製造商他們的方式是 因為你第一個要存Log 你把Log存在一個小小盒子 它容量夠不夠 印丟個壞掉 這些問題就跑出來了 你可以丟出來 好丟出來 丟了你要什麼 你要一個Server 你要買另外一個盒子 又要維護 所以這些完沒了 所以我們現在 在LiSale我們想到的方案是 那你就往雲丟 雲丟的好處是什麼 你就不用硬體 不用軟體 你就點一下 它就丟了 然後丟出來之後 它就把你長出 進階的分析出來 在雲上 那你隨時都可以很簡單去看到 你的沙箱 你的Anti malware 你的TopVisic Website 你誰用的什麼 你的甚至一些關聯分析 全部都在上面以目瞭然 那你本地的就是一個很簡潔的東西 給你一個像Dashboard的統計 那你要看深的 比如說過去30天 那你就去那邊看 這些上下這樣串連在一起 所以其實就是一個 專門替中小企業打造 它是一個 價錢很友善 但是它又兼顧了 Multi layer 以及這個最重要的可視性 把它完全考量進來 OK 好所以 總結一下今天講的 我們這個 這個其實 知學西方 基本上這就是一個流程 一個過程 首先你一定要看見 你要看見它 再來就是你要複製你的Intelligence 你要不斷的學習 然後之後你有分析 分析之後你會產出一些Intelligence 然後這些Intelligence 你就把它Deploy到你的這個中端設備 所以這是一個不斷再重複的流程 那我們的這個中小企業解決方案 基本上現在都是用這樣的Messadary打造 所以某種程度我還滿有信心的 有一種使命感 就是我們真的可以做出一個 走在業界尖端 而且又是非常友善 適合這個中小企業使用的解決方案 好 那我今天的分享大概就到這邊 那謝謝各位